郭文貴議員 各位委員、主席,有請陳副主委 請陳副主委 副主委,請教一個問題 依據電信法第20條規定 NCC對偏遠地區鄉鎮提供電信補給服務 並且按合理的價格享有一定品質的必要電信服務 請問,推動的電信補給服務的項目跟內容是什麼 我跟楊委員報告 電信補給服務是NCC的大目標 現在幾乎剩下36個鄉鎮 還沒有完全做完以外 所有鄉鎮,村村有官民,村村有電話 這個都已經完全處理 第二個你說,在偏遠的地區裡面 經過他的申請 我們會用普及基金來處理 所以這一塊,基本上來講 在整個亞洲國家裡面 台灣是最好的 那現在來講 一旦有人提出來說 他的電話不到 他的官民不到 我們馬上會去處理 這個部分跟委員報告 至於你剛剛談的有沒有特殊的優惠 包括工化或其他的智慧 我們都有一定的要求 包括說低收入,扎記者 這些都有要求的補助 他們提出要求 你們才做這樣的補查? 不不,我們的補查以外 那基本上 我們剛剛講過 全省的所有的偏遠地區都去做查查 那一旦發現有部分沒有辦法達到 我們就會去要求電信的相關的 利用普及基金來處理 那現在來講 我剛剛講 到目前為止 今年會做36個鄉鎮 那做完了以後 我們下一個步驟是要讓他的寬頻 從比較 比如說2M提供到10M 或者更高的制度 這是下一個階段要做的 那我花蓮縣境內的 富離一里瑞穗 是 封兵光復 是 鳳林壽風 對 等10個鄉鎮呢 是不是就是你NCC 必須落實電信補給服務的偏遠地區 對 對 是 那再請問一下 依法偏遠地區的民眾 應該享有匯率上的優惠補助 相關的補助項目 是哪些呢? 那個 匯率的補助 我剛剛講過 報告過就是說 對於低收入的補助 這是沒有問題的 那 除了這個 以外 那麼 基本上 來講 我們在做普及服務的情況之下 是讓所有的 剛剛講的地區村裡都可以收到 有公化 有無限 有寬頻等等 那麼普及的 支揮的這個特匯方案呢 一般來講 我們剛剛講 除了低收入以外 我們會責任 那個 各個電信公司 或者是有線電視公司 他們去提供必要的 這個 支揮上的特殊的優惠 副主委 那麼像這樣的一個規定 副主委 像這樣的規定 根本就無法 反映了 偏遠地區民眾 包括學校啊 圖書館等機構的 真實需要 也無法滿足 這個電信普及服務的 政策的 中止 基於這樣的一個情況啊 本系要求你NCC 應該檢討 現在實行的 數據通信服務的 補助政策 將邊緣地區使用的 網路服務的相關費用 也應該納入 補助的考量 特別是針對 位於這些一個 邊緣地區的學校 圖書館等 公眾交易機構 這樣啊 使電信普及 服務的政策 發揮更大的 效果 副主委 你不認為是這個樣子嗎 是 我跟委員報告啊 現在就是 剛剛講 所有的 落實偏遠地區的 之後也會有 優惠補助 但是委員的 看法是說 基本上 應該有比較明確的 知會的補助 這個部分呢 我承諾 我們回去來檢討 在法上有沒有辦法 可以來處理 現在只有一般來講 只有優惠的情況 沒有一個明定說 在不經濟地區的情況之下 匯率會不會有特殊的 剛剛講的優惠的固定的補助措施 我的認知 我的認知現在是沒有 只有 業者自動提出來的優惠措施 而在法律上 並沒有強制的規定 那師父 我可以做強制的規定 我承諾 我們回去檢討 要包括這個費用比較高的網路服務的費用 也給予補助 好不好 是 我們回去檢討 那最後一個 一定要慎重的考慮 你NCC組織法修正草案的第14條 是 這一條啊 還特別正列 准許NCC委員 監裁支領研究調查會的一個條款 是 這一點呢 實事體大 你看看 中選會 金管會 公平會等 也都是啊 獨立的一個機關 他的委員的 來源啊 啊 委員人選的來源呢 啊 也都是 不對 也都是啊 社會的選擇 也都是啊 學者 專家 那麼你NCC的委員呢 的薪資 啊 前者 專業性 跟那些個中選會 金管會 公平會 這些個單位的委員相比 這些個單位的委員相比 你們是不是說 你們的比較複雜 你們的比較專業 你們的風險 以及壓力比較大 是不是比較高 事實上 啊 不盡然嘛 是 我跟委員報告 關於這個部分 呃 公平會 跟本會 都是獨立機關 那公平會在他的組織 法裡面也希望能夠有調查研究會 那我跟委員報告 呃 一個十三職等的政務官 譬如我們NCC的委員 都經過大院的投票同意 如果 沒有編調查研究會 跟委員報告 他的薪水只有十一萬 十萬都不到 這是第一個問題 上次就講 第二個問題 NCC的政策 剛剛講 調查研究 那個 那個副主委 你不要再講下去了 是 你的意思就是說 那些個單位的組織法 也有相同的規定 那些個單位的組織法也有相同的規定 是 或者說 朝向啊 相同的方向啊 進行 來做 修正的準備 剛才 欸 我要告訴你 家庭是這樣啊 真的是 此次體大 我跟委員 因為我們委員 委員在這裡啊 服務那麼久 當他不再金銜的時候 是流退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提出來的時候啊 就是 自肥 對 今天你們這個 有點類似 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我進一步也要說 有哪些國家 類似 相關監裁的規定 有哪些國家 呃 我跟委員報告哈 我還沒有報告完 金管會 他有所謂的金融津貼 也就是等同調查研究會 那剛剛我說到訊息 公平會這個 在他的組織法規定裡面 他剛才也已經通過了 就是要調查研究會 那我剛剛講過 這個部分啊 不是 啊 現在我們提出來的 是應 大委員會的要求 算是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啊 業委員 業委員 還有幾個委員都要求NCC 必須有法案預計 所以我們這次 依照當時的決議跟建議 提出來在我們的組織法來修 那我剛剛報告過 金管會他有比NCC還高的調查研究 他不叫調查研究 叫做金融津貼 那剛剛講公平會的組織法 我剛剛他們告訴我已經通過 也是在調查研究 所以第二個問題是 NCC的這個調查研究會 除了剛剛講 這個在第一屆開始 NCC95年成立的時候就已經存在 但是呢 他並沒有在組織法裡面 把它明定上去 這一次明定上去 就是應大院應大委員會的要求 把它提上去的 三次的會議紀錄裡面 我想委員都很清楚 委員都很清楚 那個陳副主委 是 本期還是不以為然 那個其他國家有沒有相關監裁的規定 你也指不出來 我特別要講的是 NCC具有行政處分的採量權 好 如果這個法案一旦通過 假如發生委託的 委託研究的單位 剛好是被NCC委員審查的一個對象 又要如何做到利益迴避 因此本系認為啊 NCC委員都是社會的賢黨 身份呢 是德高萬眾 擔任呢 這個職務應該有所取捨 犧牲奉獻 那麼這樣的一個修正內容啊 基本上是限於NCC委員與不義 讓外界產生呢 有點貪婪的 貪婪的不良的觀感 所以本系在這裡提了這件事情 NCC應該在進一步的討論一下 是不是有這樣修正的必要性跟擊破性 以免成為公務機關的另外一個惡例 我跟委員報告 你不覺得會這樣嗎 這個案子呢 本來是要在政務人員這個奉起條例來規定的 但是呢 因為政務人員的奉起條例一直遲遲不能出來 所以才有剛剛講的編定調查研究會 我剛剛跟委員報告 以一個十三職等的政務官經過大案同意的 那原來的薪水如果不做調查研究會的這個部分的支領 那原來的薪水就會比在學校還要低 比我們的處長都要低 委員你這樣認為一個十三職等的經大案通過的政務官 既然比我們的行政官的處長的薪水都低 那委員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合理的 那這個不合理的現象呢 應該國家統頭來處理 應該在政府人員的奉起條例裡面規定 上一次我們也跟行政人士一起討論過 但是那個政府人員的奉起條例遲遲沒有辦法通過 所以上一次在大院的委員會裡面 業委等等都同意說 NCC應該提出相關的調查研究法律預計 所以這次應大會的要求提出來 第二個剛剛你談的這個調查研究會 跟我們一般的委託案是不一樣的 調查研究會委員的調查研究會一個月兩萬兩千五百塊 是屬於因為我剛剛報告過 在過去的裡面政府人員的頭起條例沒有出來前 扣除掉這一塊以後才十一萬不到 比我們的政務的我們的處長都要低 那在這種情況下制度上來講 是非常不合理的 如果可以把我們的十三指等的政務 經過大院同意的人 比如說提高到十五萬十六萬 那當然就不要調查研究會 這是一個正常化的問題 所以剛剛委員談的是委託研究案跟調查研究會 委員本身調查研究是不相干的不一樣的 這跟委員做報告 本席特別提出這個 我寧願主張把你們的待遇提高 而不要產生這樣的一個條例 我跟委員的想法是一樣 我跟委員的想法是一樣 就是說全國的政務人員 特別是像我們 各位委員 召集人 有沒有聽到這個事情 我們可以重視這個事情 如果再這樣下來 那還真的是沒有辦法利益回避 同時身為社會選黨 德高萬眾的委員們 所謂取捨以及服務奉獻的重大意義就不見了 所以特別指出來這個修正案還是要慎重 謝謝